欢迎回来 赛料关心党政焦点 新竹市长林志坚获得党中央征兆参选桃园市长 今天参加大西的公庙活动 而这也是他第一个在桃园的公开行程 并且是跟桃园市长郑文灿合体 同时一旁还有不少的市议员参选人陪同 博用母鸡带小鸡的气势 而对于民众党 桃园市长参选人赖湘林 公布了数据说 有将近六成的桃园市民认为 林志坚应该做完新竹市长任期 林志坚则回应说 政治口水大可不必 获得征兆后的第一个桃园行程 林志坚就选择参加大西公庙的活动 遇到假日 老街 人潮多 正好是跟桃园相近拉近距离的好机会 进来密集接受媒体专访空站之外 林志坚在桃园出登板跟郑文灿合体出击 深入巷弄 路站也要兼顾 当然一定会带动整个桃园的选情 那也能够带动更多的议员席次 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带动作用 借着这个文灿市长和桃园队的经验 那请走地方聆听声音 让大家认识之间 看到桃园民众这么热情 有的还来要签名跟合照 拥有高人气的林志坚就像吃的定心丸 带着市议员参选人们合体 朋友母鸡带小鸡的气势 我想一定可以带动我们年底的 不管是母鸡小鸡也好 能够开出红盘 但没对线做好做满承诺 林志坚曾说民众不觉得到桃园是空降 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湘林 公布最新民调数据 有六成桃园市民认为 林志坚应该做完新竹市长任期 打脸林志坚的说法 那么许多政党的候选人 就试图用各种的方式 要在我身上贴上各种的标签 透过牛肉 透过更多的讨论 来换取桃园市民的一个支持 那么政治口水大可不必 备战桃园 让桃园市民更加认识他 林志坚接下来要用行动争取支持 记者向文先生桃园报道 感谢观看